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人民日报已经痛批抗日剧过分娱乐化 但还是阻止不了横电抗日根据地的成立 根据地里的剧组基本都在打鬼子 主人公各个神怀绝技一一当百呀 非党敌炮火 徒手撕鬼子 雷人剧一波接一波 令观众大跌眼镜 下面小编就为你盘点一下那些雷人的抗日神剧 这部号称投资近五千万采用好莱坞拍摄手法 美国后期制作超豪华阵容加盟 以全新视角打造的抗日题材剧 在小编看来是抗日剧必看剧目没有之一 这边女主角在屋顶飞来飞去 就像直升级一样原地起降 那边的男主角就开始表演腾空抓兔 隔山踢鬼子等高难度杂技动作 尤其是手撕鬼子的镜头 在小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抹不去的阴影啊 手撕鬼子 亲 你以为是撕鱿鱼片吗 这抗日武侠剧真心要逆天啊 同样披着抗日武侠剧的电视剧 还有力剑行动 只见男主角单枪匹马 吃吃肉搏十几个口角大汉 却依然轻松写意 而日本人的惨状就好像是 格斯拉闯进了幼儿园啊 灵波微步 外加小李飞刀 玩爆007之流有模有啊 但力剑行动中的飞镖杀敌 跟一个鬼子都不留中的绝技比起来 还是弱爆了 杀猪刀 石块 肥针 在主角手里就鸟枪变大炮 样样要你命三千啊 看完了抗日武侠剧 我们再来看抗日偶像剧 在这些电视剧中 一半时间用来抗日 另一半时间则是用来耍帅的 这些电视剧中 既有冷风暴里 朱雨晨刮起的时尚偶像妖风 我就是来找茬玩的 也有孤岛飞鹰中 原方胯下的突击车 造型别致 节能环保 玩爆资本主义社会里 蝙蝠侠的蝙蝠车 快上车 不过这些电视剧 跟向着炮火前进比起来 都瞬间成了渣渣 这部电视剧的雷点之多 知蜜之匪夷所思 已经刷新了脑残粉丝剧的下线 让小编瞬间觉得 天雷滚滚已经过时了 宇宙雷滚滚 才是这部剧的极限 向着炮火前进 讲的是一出土匪改造剧 剧中的雷子峰 爱耍酷 爱卖萌 打仗的时候 还自备欧式沙发一张 胜利之后 非要在沙发上摆足了造型 才算完 虽然剧情雷人 但咱雷眼那套夹克式皮衣 外加雷鹏眼镜 哈雷摩托的造型 却也迷倒了粉丝万千啊 总的说来 向着炮火前进 就是一部顶着偶像剧的范 披着江湖剧的皮 却号称是抗日剧的奇葩混血剧呀 无敌的中国女兵 似乎是中国电视剧 在世界军事史上 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比于男兵 他们同样的神功无敌 单手碧老鼠 徒手爬楼梯 与此同时 他们又保持了 女性的婀娜多姿 顾盼流连 一时之间 这部X女特工 瞬间被膜拜成了 中国版尼基塔 中国版霹雳娇娃 其实小编非常反感 中国版叉叉 年度叉叉大戏 这类抱大腿的宣传口号 好好的拍部自己的戏 不行吗 但在雷点与收视齐飞的网络时代 这样的雷剧 却也是大行其道啊 同样的时代 同样的背景 同样讲述 无敌女汉子故事的 还有猛马赶死队 和女子炸弹部队 前者把脑残意淫 发挥到了极致 后者则是把打飞机 打出来新的境界 去死吧 可以负责任的说 这些女汉子们 跟永不磨灭的 翻号中的汉子一起 将打飞机事业 打出了高潮 打向了世界 当然 抗日剧也有经典 比如亮剑 可以说是任何时候 拿出其中的任何一集 都百看不厌 而现在的抗日剧 喜欢跟风 速成 为了把主旋律 拍成人人爱看的热播剧 编剧导演们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所以各种奇葩剧品出 也就不奇怪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吧 小编还要赶着去美发店 做个雷子风的发型呢 保准以后也能火呀